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是高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蕭明憲執行長 來為各位分享散熱關鍵 勇者無懼的TGOGO品牌在進化 我們有請蕭執行長 各位領導還有不同業界的總經理 大家好 我是高博科技的執行長 蕭明憲 會說我們以勇者無懼的品牌在進化的話 我們想可以透過一些簡報來跟大家今天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其實我們高博科技的簡介分成從品牌的開始 參與品牌台灣計畫還有我們的成效與建議 這個部分從一開始來感謝工業局有這樣的一個專案 讓我們更清楚更理解我們自己的面貌 跟我們長的 我們自己公司的樣貌是怎麼樣子 有時候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會學君子何而不同 就像前幾位公司的經營領導者 大家長的樣子跟我們未來會成長的方向其實都是不一樣 我們可以很和諧的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前進 可能大家會有點驚訝就是高博科技其實是B型企業 那B型企業的認證其實主要就是公司在經營跟王永續經營的方向的道路上 可以思考不只單純思考公司自己的盈利 還要思考我們公司在員工還有我們的社會還有環境還有一些責任上可以同時並存 我們是台灣第16家的B型企業認證 也是桃園第一家 目前來看我們也是製造業公司第一家的B型企業認證 我們成立在2003年 其實上面寫說18年的熱工程、散熱工程的解決經驗 其實從我創高博這間公司以前 那我本身就在上市的電子大廠 然後擔任從工程師、產品的PM 然後又到國外部的業務 那在工作最多的相關其實就跟散熱這個領域有很大的相關 所以其實有20幾年的經驗 那即使有20幾年的經驗 等一下會透過簡報去理解到 即使我們有很多的經驗 可是怎麼樣透過我們去展示的方式 讓客戶知道我們有這樣的經驗去協助 他們的電子各種新的產品 然後在散熱領域工程怎麼樣去協助它 那目前我們包含其實台灣跟英國的員工 還有我們大陸的員工大概有將近 目前有150位 那持續人數還在增長 那我們的產品主要應用到六大的應用產業 就是電動車器配 剛剛那個功德電子的總經理也有提到 TS-1299我們也在一兩年前 我們也很努力的去爭取這個部分 那確實陳如玲提到就是 也要投入蠻多的心力才能取得這個認證 那在5G的應用端 最近的手機它的消耗功率其實加大 它也需要再散熱這塊使用 那在面板的領域其實 就是台灣的面板二五 其實我們是最早進入他們供電的供應商 現在也是他們的供應商 那還有通訊還有電源供應器 還有軍用還有醫療的領域 所以我們的應用其實還是蠻廣泛 那我們的產品主要其實散熱工程這個東西 其實它沒辦法看到 就好像最近武漢病毒 新冠病毒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我們的眼睛 去看到一個人的溫度到底是呈現多少 那所以這個會加深在 即使我是學工程 那也會這個有時候跟客戶去溝通 我自己在公司都自己定義 我叫公司裡面的資深工程師 因為我本身就是學機械讀材料所 那資深工程師有時候很容易把事情講得很工程 然後不是一般人講的人話 那所以會造成溝通的障礙跟困擾 那這個也是我們慢慢去理解 就有時候我們自己不清楚 然後以為在座的各位會清楚我的明白 其實有時候確實這個很為難的大家 其實有時候也會覺得為難了我們公司的夥伴同仁 那我們的產品有熱模擬還有散熱 這些東西其實坦白講如果沒有興趣 聽起來其實也是蠻無趣的一個產品 也是蠻生硬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通路據點 其實還是在持續的增加 台灣桃園是總部 那我們有東莞跟昆山 還有我們在美國洛杉磯 還有英國的子公司 那子公司是就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所以英國的當地的總經理 那也是需要接受台灣的總部的 我們有時候的一些政策的指示 或是說未來下一段 應該怎麼走的方向去 跟台灣的總部一起協同 那我們內部有一個口號 就是One Tee Go Go 就是同一個高國科技這樣 那剛剛也有一個前輩介紹說 有時候小到三百塊、三千塊 甚至三萬塊的產品 那確實我們的客戶也有 一個月要跟我們買幾百萬 也有幾十萬、幾萬塊、幾千塊 所以我們累計下 這麼多年有三千多間的客戶 還有最新的像GoGo的電池模組 還有最新的Emoving 像電動磨車 都是我們的客戶 那我們的東西也裝置在客戶的產品裡面 然後也運作得非常好 但是呢 市場的每一刻都在轉變 我們十七年來 其實也持續的不斷提醒我們自己 要不停地演化、進化我們自己 就像有時候我們會讀一些 雖然我們是讀工程 有時候我們會想到 有時候我們中文老師或是一些教授教導我們 就是他像時間一樣 就不捨就業 他每天的都在進化 每天的都在前進 他不會停歇 他從來不會為我們任何一間企業有停歇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刻都在改進我們自己 轉變我們自己 更可以符合未來的樣子 讓我們更朝永續經營方向前進 所以假如我是 如果原本我們只是上流 我們是一個培養菌種的一間公司 正常的供應鏈是有培養菌種 到中間有製藥廠 然後下端有供應鏈有醫院體系 正常的供應鏈是這樣 但是呢 危機他就來了 危機就是同業也會增加 我想這個當然不只高國面臨的 在這個時間點的問題 是基本上經營企業的 在每一個時間點遇到 都是同樣的問題 那危機的增加 同業的增加呢 那還有中有的 我們中有的 危機算競爭 那還有 有時候相客戶關係 他想要理解我們是誰 當然危機 就是在某些部分 也是一個危險訊號 那另外一個訊號就是 轉機的一個訊號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所以同業的增加 我們要找出我們的差異化 讓自己不被替代 那往上做整合 然後再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教育 或是讓客戶更理解 我們往品牌的道路去走 有時候我會舉例 之前我看的一些報導 像Nike的一雙球鞋 如果賣100塊美金的話 在市場價 其實如果沒有做品牌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就是說如果代工價 他可能一雙球鞋的成本 大概就是他10%裡面的整個原物料成本 所以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品牌道路 那這段還是一樣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確實還是非常感謝工業局的提息 讓我們有在品牌的道路上 在持續的進化我們自己 其中的一個關鍵點就是 客戶有時候會提到 剛剛提到我們是一個 做解決散熱產品的一個公司 那客戶會講你的產品很好用 但是我們不採用 不採用因為他不理解我們 也不認識我們 這個就好像我們舉一個 稍微最近比較新的一個新聞 一般的蛋可能是左邊 可是其實右邊的話 雖然我們還沒嘗過 這個叫Impossible Food 這間公司 那其實聽說嘗起來也非常美味 雖然素食主義者也是可以接受它 它像肉類的口感 那實際上就我們知道 它其實是透過黃豆的蛋白 讓人去感覺 其實吃起來也有像肉類的一個口感 那品牌的意思 其實它會有一個像金字塔的一個矩陣 從一開始可能也不會有人認知 我們高國科技做什麼 然後慢慢我們希望往更上頂端的一個部分 往這個道路去走 那當然我們還在這個道路上 持續做得更好 那我們品牌建立的歷程打沖 因為小弟的就業的執來的經驗 打從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建立了我們光網 那我們希望在散熱工程這個領域 可以怎麼樣透過讓更多的我們的客戶去理解 或是透過我們怎麼樣的在不同的管道 或是不同產品的組合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讓客戶可以理解散熱的產品 可以在它產品裡面產生什麼樣的作用 所以其實我們04年就開始國外的展覽 所以有時候台灣的電子電機工會 我們的行銷同仁如果參加日本展或哪裡的展覽 我們進了那個場地他會說 我們就像這個參展的條阿卡 條阿卡就是我們每年去參展 沒有停歇的參展 就有點回應到剛剛提到 演化的過程是不省奏業的 所以後面我們有一些陸續的線下雜誌 跟SEO 廣告 還有我們的科普漫畫 我們跟台灣還蠻知名的漫畫家 開始用科普的角度 然後把我們更深人的散熱工程的知識 用科普的角度讓可以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從之前的工程師 才慢慢變成資深的工程師 所以這也花了我蠻長的時間 那我理解不管後面的學工程、理工的、學弟、學妹 他們要理解這樣的東西 其實還是要一些時間 那我們試著用怎麼樣的角度 讓我們行業內的知識可以去告訴他們 讓他們去更理解 那後面我們有電商 然後建立我們內部的行銷團隊 那這些有成效嗎 其實做品牌我想有時候會 不管通過品牌顧問獎的 或是專業人士有時候提 品牌從來都不是一次性的煙火式的 放了很璀璨的一次 它其實是更多的是像前面的幾位長輩講的 它像一個馬拉松賽 你開始跑其實是沒有停歇的理由跟原因 因為當經營的企業或是這個企業 它懷抱的原本每一個不同的創業初衷 當它開始起跑 其實它的小弟自己認為的唯一答案就是 回應到創業初衷就是把公司打造成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企業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其實在往對的道路方向前進 但是不夠精準而快速 因為市場的科技腳步越來越快 每一個專業領域都有各自非常專業的不同領域的人 所以也像我們的世界的面貌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有英國的同事英國的總經理 有時候我們會互相閒聊 那互相閒聊英國其實在近代有點像是 他們感覺像落難的貴公子 落寞的貴公子 他們引領了工業革命 帶著技術 然後也有很好的Oxford跟Cambridge的這些大學 但是呢 新的科技其實很多的開挖結果跟壯大 其實都在美國 那英國相對的就顯得更為落寞 那其實我們也是在這個很重要的大趨勢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不只在打台灣的仗 我們面對的是全球的挑戰 因為科技的疊代跟進步的速度 其實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們必須隨時維持我們的領先步伐 所以我們參與了品牌台灣的計畫 所以這還是再穿插一次 謝謝工業局的代理 這個 雖然我們有想法 但是有時候 有工業局的引領 或是有一些的前輩或是專業 其實他會讓我們知道 我們即使有想法 有時候還是要做法 因為有一些的做法 等一下會看到其實會帶來 還不錯的一些效益 那我們的挑戰就是 這個缺乏對科目的輪廓掌握 即使有那麼多 還有客戶、市場 對這個產品的認知不足 所以我們推動品牌是比較辛苦 那透過工業局 還有我們的品牌顧問教格國 還有對我們內部審查的訪談 外部審查訪談 還有市場與競爭者分析 還有一些網路的流量分析 然後我們有品牌的策略調整 這裡有九宮格 那九宮格 他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品牌的自我檢視的一個方式 他有一個方法論 那有包含了價值主張、關係、定位、表達 對內對外的溝通 還有他的性格 還有我們內部的願景使命、文化跟能力 還有我們最終的品牌核心 所以包含了競爭、策略 還有內部的溝通 然後這裡就會看到我們品牌的調整 在不同的階段 時間上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這裡就持續的把快速的帶過 還有一些競爭 他會透過一些方法論 那品牌的核心帶出來 就是提供完整全面的散熱產品與服務 快速的幫公司找到我們的客戶 找到最佳的散熱方案 所以我們重新的把我們的品牌識別設計 重新的做一個reblend 或logo的重新設計 那這是設計出來的新的logo 那在識別品牌的統一 就包含我們的識別證、我們的名片 我們給客戶的樣品盒 還有一些包裝袋 還有開始進展到我們產品的形錄裡面 那我們的行銷策略當然有最終的最終 我們希望高伯在善惡工程這領域 我們帶來更多的新的創新的作為 讓客戶熱的問題減少了更多 那溝通的主軸包含著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們希望我們有機會做到引引全球 新科技散熱的效能的這一塊 那這是我們品牌內化培訓的課程的一些活動 那也是隔壺幫我們 那又再回應到市場的變化很快 那品牌台灣計畫 那其實幫我們鑄造了一把劍 那使高國可以更勇敢的前行 那我們其實回應到這個剛剛 或是簡報裡面有提到 我們思考我們公司存在的意義 那畢形企業的認證代表 其實我們思考的不只公司的員工 還有社會 還有地球這個環境 所以其實工業局 當然給我們很大力去鑄造這把劍 我們其實是希望自詩 企業的經營者都蠻理解 創業的這段路其實 有時候人家會形容像 如臨深淵、如屢薄冰 因為我們停在這一段沒有前進 就像逆水行舟一樣 其實相對比起我們就是倒退 那我們會寫說我們是勇者 是希望我們是一個變得 一個勇敢的經營者 因為前去的道路其實 還是不確定性非常多 但是在我們經營的過程中 我們一定要理解 然後盡量去瞭解 也告訴自己應該可以更勇敢的 就像經營一間企業 它是要有勇敢的心態跟作為 然後往下邁進跟前進 所以我們持續地提醒我們自己 要面對改變的勇敢跟勇氣 因為每一次的改變 雖然帶來了不舒適 可是其實每一次的不舒適 可能也可以成就未來 我們更茁壯的自己 跟我們更好的一個高國科技 所以這句話是跟我們英國的 這個股東有時候聊的 拉丁的一句成語就是 Forting Favors the Brave 就是它會給勇敢的人 一個相對應的一個回報 好 謝謝大家